开启美好的一天 迪卡农买的自行车今天送到了 小朋友迫不及待急着要试车了 小区里自行车不多 可以浪到更远的地方往 双休日总免不了逛吃逛吃 整个大社区的环境很不错 绿化很多 人却不多 大马的出行选择很少 一出门就是高速 开车除了又多的挑战 肆意穿行的摩托车 可能需要更长时间适应 这个叫WenU的商场 离我们很近 是个超大商业综合体 堪比上海的环球港 从车上向外看 眼睛看到的土黄色建筑 都是WenU 真的超大 一进门就是海底捞 排队两小时起 国内火锅店老板们眼红疯了吧 海底捞对面的茶仙子 类似国内的霸王茶鸡 人气也很足 国货看来在大马很有市场 周末的商场人气很旺 不过也能理解 大马的线上商业不发达 各类APP的男佣有目共睹 来都来了 试试南洋风味茶饮吧 发现了一家很漂亮的国民家居店 香薰味道好 种类多价格也不贵 这个其实也不错啊 orange 走进书店会不会有些错乱 这么多中文书种类齐全 华文环境也太友好了 果然无论走到哪里 还是华人最爱学习 这每一本书的这个名字太搞笑了 Mathematic biology science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physics 这个才看得出比较靠富一点 Dance success plus 是什么 走向成功啊 逛了一大圈 最终选了这家非凡火锅 人气也很 看餐单有点意思 种类不多 简单说就是酱鸡版的 寿喜烧自助 这些都是自助的 消费这样子 本来觉得这个火锅店很傻 没想到 临走时发现超市大排长龙 寿司面包碗是打折 套路不稀奇 但价格是真便宜 三大盒寿司一共39马币 热带国家果然是越夜越害 快要晚上十点了 人还是很多 我只想早点结完账 回家躺平